哈喽大家好我是橙子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拆盲盒 今天要来拆的呢是这个 RICO的海洋系列 这个RICO的盲盒之前我有拆过 就是这个 正好桌子上有一个 这个就是上次我拆的那盒是水果系列 它是一个很热的款 它这个海洋主题的我还是很期待的 就感觉会很夏天 然后去海边玩 带几个拍照也很好看 又到了 拆盒翻车现场了 这个盒子我总是拆不好 它为什么每一个人物都是这样子跪着的呢 后面那个也是跪着的 先拆这个吧 每次我感觉拆盲盒都好兴奋 但是录视频还要保持端庄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潜水员 打开看一下实物 看一下 好可爱啊 天哪 这个太可爱了吧 第一个竟然就出到这么可爱的 它穿着一双粉色的蛙鞋 这样子的 哎呀好可爱 然后还抱着一个小海螺 小海螺颜色还是渐变的 这边是紫色 这边是蓝色 真的超级好看啊 这个海螺还露出了一点点海螺肉 上面也是它那个标志的一个微笑 这个潜水镜还是这样子透明的 很夏天的薄荷绿 还有黄色粉色 真的超级好看 瞬间感觉这个隐藏不香了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然后再来拆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好好看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可爱贝壳 看一下实物 这个系列真的绝了 这个是一个小挂饰 这个也太可爱了 它是这样子趴着的 太少女了 你看小饺饺 头上是一个贝壳的小花环 可爱啊这个 小镜子上有一个膜 这样子的一个小镜子 然后反面呢 也是它一个标志的微笑 像一个小贝壳一样 就是它趴在这里照镜子 很少女有没有 这个系列我真的是 除了绝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它 就真的很好看 这个应该是我近期 就是到目前为止 就抽盲盒 我觉得抽到最惊喜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啊封面款 这个是封面款 拆食物 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图件 这个应该叫 RICO小海兔 海兔应该指的是它抱着的这个 这个也好可爱啊 它头顶上有一个小星星 现在我抽的这三个发色都不一样 一个是紫色的 然后这个是 很奶的一个橙色 还有一个黄色 你看这三个放一起 就 哎呦 简直 哎呀 这三个放一起 简直太可爱了 我放到这吧 它这个娃娃呢 也是都有一个编码 在它的底部 所以每个娃娃呢 也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洞 应该是可以插那种小托盘 就如果它跪不住啊什么的 跪不住 别的娃娃都是站不住 它是跪不住 就是 可以弄一个小透明的托盘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完全OK 可以站住 然后再拆这个 好像忘记给你们看图件了 插播一段图件 这个是小贝壳 小海龟 这个是海豚 这个是我们刚才抽到的那个可爱贝壳 哇 这个大鱼 这个是什么 它的名字叫微笑杀 你看它真的是很杀我 第三个应该是一个小海马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 哎我看一下 这个字好小 这个是深海朋友 这个是一个什么鱼 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刚才抽到的一个潜水员 这个是一个泵猪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抽到的小海兔 还有小章鱼 哎呀 到了 跪好了 给震跪好了 这个是小螃蟹 然后最底下这两个呢就是隐藏一个小隐藏一个大隐藏 我看了一下官方的宣传图 它这个小隐藏是快乐飞碟 飞碟就飞碟了 为什么还快乐飞碟呢 哇大隐藏好漂亮 大隐藏是一个快乐美人鱼 为什么是快乐美人鱼 哎我感觉我今天能抽到隐藏吗 感觉不太能 因为旁边这还做着一个别的系列的隐藏呢 哎不放这 省得误导你们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小章鱼 哎好香啊这个卡片 这个整个盒子都是那种香的 这个一大一小两个章鱼 哎不对吧 这是水母吧 我看一下 纠正一下这两个是水母 它这个水母是那种透明的感觉的 就看起来很透 很有质感 这个水母给你们看 它这个笑起来跟这些 它那个笑脸是不一样的 它是张嘴笑的 看着就非常的质语 我觉得这个水母可以放到它的旁边 就看起来颜色就很搭 哎呦哎呦哎呦妈呀 刚才心颤了一下 然后再来拆下一盒 看一下这个适应藏吗 适应藏吗 感觉好久没有说这句话了 这个是蟹蟹组合 两只大螃蟹 蟹老板 这个好好看啊 它这个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那种海底的假山 这个大螃蟹 简直了 好大啊 我以为会比较小 它这个螃蟹的表情也不一样 它可以跟这个假山这样子组合在一起 哎呦这个假山上面还有小贝壳呢 还有小珊瑚 感觉都很真实 这样子就是一个完美的海底世界 有景有人有小动物 好棒啊 这每个盒子都被我残害成这个样子 看一下 哎呀 这个是啥 啊 隐藏 是隐藏吗 我确认一下是隐藏吗 我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手抖了 真的是隐藏 而且还是大隐藏 这个是隐藏 我竟然又抽到隐藏了 哎真的隐藏 绝了 这个是快乐的美人鱼 是美人鱼吧 哎呀好漂亮这个 突然之间这个有点慌 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美人鱼 这个美人鱼头顶还有这个鳞片 哎呀 看到这个鳞片 我突然就想到了下水道的美人鱼 这个脚是这个样子的 好娇俏的小尾巴 头顶上还有一朵小花 它这个身子也是粉紫色渐变的 嗯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海底小生物 应该叫花园嘛 就是跟它一起观赏海底的美景 哎那这样子的话 隐藏肯定要替换掉一个吧 这个系列太好看 我觉得哪个我都不想提换掉 就不能让我贪心一点 有隐藏 然后12款基础款都有嘛 再来拆一下这个 这个是啥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 不知名的肥胖鱼 啊这个鱼它这个表情 Sed 满脸写着不开心 哎呀 肥头大尔本鱼 好可爱这个鱼 你们看它好不开心啊 这个鱼的颜色是那种很亮的黄 就跟它整个海洋主题形成一个反差 它表情也是好反差萌 这个鱼应该叫什么 叫安康鱼吗 我不太认识 这个鱼感觉看起来像东龙鱼 就像东森里面钓鱼钓的东龙鱼 管它是什么鱼可爱就行了 这个好好看啊 这个天哪这个 好特别啊 这个好庆幸没有替换掉它 它这个是蹦珠 手里抱着是一个粉红色的蹦珠 这款真的很特别 它这个发色是白色的 但是它这个发尾这里是那种淡淡的 有点带珠光的粉色渐变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质感非常非常的棒 再拆一下这个 嗯一个贝壳 这个贝壳应该是那种扁扁的吧 这个配色就是我最近会出的一卷胶带的配色 超级喜欢这个粉紫兰 哎我才发现它这个每一个的表情都不一样 这个蓝色的它是一个笑着的 然后这个粉色呢是一个张着嘴巴的 好萌啊这个 然后这个也是笑着的 然后再来拆下一个 嗯还有一个人物吗 这是海豚和RICO 哎这个食物也很好看 它这个头发很时尚啊 是那种奶奶灰发色 身子是这种蓝紫渐变的 抱着一只粉色的小海豚 你们看它身上的这个背鳍还有尾鳍 鱼鳍都在 欢迎度很高 哪个我都喜欢 这个是啥 这个是大海龟 看这大海龟 天哪 这个应该叫龟龟组合吧 它有两个龟 这个也太可爱了 这个海龟 它好大哎 真的好大 给你们对比一下这个RICO 真的是一只大海龟 太可爱了这个海龟 感觉这一盒娃娃每拆一个都好惊喜啊 太棒了 你看这个海龟的头好模型 它还妥了一只 让我猜一下你 该不会真的是把海马剃掉了吧 我是剃掉的大鲨鱼 哎这个海马这个笑容好不屑啊 哎这个黄色跟橙色的配色我好喜欢 还有这三个是海草海草海草 看我拆盒有没有一种在水族馆的感觉 海马应该是站不住的 我觉得需要插一个小底座 给这个小海马装上底座 它就可以这样子站住了 小贝壳也可以装这样子的底座 这样子可以随便搭配 这个系列还是可玩性很高的 这个海草一定要拥有 它跟每一个搭配都非常好看 放在一起拍照就不会显得那么单调 那拆盒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可能是因为太喜欢这个盲盒了 所以这个视频我感觉真的录了好久 总之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视频见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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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